嗨 大家好 我是Rose 石金霞 这个节目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 这个提醒 十万火急 千真万确 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马上 马上啊 如果你还没有睡啊 然后呢 你能网购的话 你就赶紧网购啊 就是当时你网购一定要选那个 就是明天就能到的 明白吗 如果说你现在呢 还来得及出门的话 你最好是出去 马上就去买啊 因为很多商店应该都还没有关门呢 门口的小店啊 赶紧把东西备齐 就是说 每个家庭啊 要备好至少一个月的日用品 你的吃的 用的啊 比如说药品 基本的你如果家里边有啊 这个需要日常用药的啊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心脏啊 什么 血压呀 血糖啊 是吧 这一类的 或者呢 就是有其他的啊 就是日常要用的 赶紧把它备齐 备好 一个月吧 准备一个月的东西啊 至少要一个月啊 这个 接下来呢 就是大概率的99.99%会以疫情大爆发为由 他会以疫情大爆发为由 然后实行全民的戒严 然后就封起来啊 就是绝对你可以想象之前出现过的那种封城的 lockdown的那种景象 肯定比那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要用这种方式要干什么 要进行大面积的这个抓捕 抓捕 严打 绝对绝对的不会说啊 这个从此就放开了 是吧 然后没事了 然后吓坏了 是吧 他越害怕 然后呢 他的这个动作的反弹就会越大 而且呢 说句实话啊 就是我们看 在中国控制的这么严密的情况下 突然发生几十所高校的学生 全面的联动起来 这的确是不正常的一种现象啊 不正常的一种现象 我前面做节目不是说过吗 这实在是肯定是有人组织的 但是他不是境外势力组织的啊 他是境内的啊 大概率可能是啊 这个反对习近平的那个 党内的啊 那个那个不同的这个派比 比如说团派啊 这个共青团组织起来 共青团组织 组织个高校 你想想 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啊 所以他能够临动起来 但是当然他们组织的时候 肯定目的是想把习近平搞下去 是吧 所以习近平下台 但是他没有想到呢 大家喊出了 要言论自由 要民主 是吧 要共产党下台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 这就触动了他们共同的利益了 触动了他们共同的利益 因为他们的他团派也好 他江派也好 他习派也好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利益 就是他们的江山要坐稳 只不过是谁来执掌这个江山而已啊 当然就是让他有时候他利用起来 他发动起来 事情可能会超出他的想象啊 他没有想到 民怨已经沸腾到如此地步 人们不仅你是想让习近平下台 也一样的要让共产党下台 那么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他们这个时候肯定是会合起来的 没有人会搭救年轻的学生啊 他们会合起来的 合起来要干什么 合起来呢 要剿杀剿灭这个啊 那么这也就是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 对于共产党来说 这个邪恶的组织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借口 一个借口 一个机会 把他们认为危险的暴露出来了 我们前面不是分析过 毛泽东他经常搞这种事情吗 甚至习近平都有可能组织这事 知道吗 那么就是你暴露出来呀 是吧 哪些是啊 你你到底是啊 是这个 是是是什么 真面目是什么 全部都暴露出来 暴露出来 然后他一网打尽 那么在这方面 他绝对还是要继续整 继续整 把这个所有的就是啊 这个新活泛的 想着还想要点什么的 要把你往死里整 那么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啊 我们人民群众啊 我希望大家 我的同胞们 弟兄姊妹们 是吧 都能够度过这个劫难 不要呢 因为这种风空 然后家里没 家里缺衣少穿 缺食少药 是吧 然后最后呢 出现了这种啊 人道主义的灾难 所以大家赶紧呢 去准备啊 在这方面呢 给大家再提供一个佐证啊 你看美国驻华使团啊 在11月28日 也发布了一个 致美国公民的声明 那么他这个声明呢 先用英文写的啊 然后后面呢 也翻译成了中文 我觉得美国大使馆啊 这个已经可以说 人至一尽了 不仅发了英文 英文下面还有中文呢 他说鼓励所有美国公民 为您自己和您的各位家庭成员 保持14天的药物 瓶装水和食物供应 啊 所以大家一定 一定不要把我的这个警告 当做儿戏啊 如果您觉得我人为言轻 那么美国大使馆 你是不是觉得更有公信力一些 是吧 美国政府 他是把自己的国家的公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的 所以他这个实际上 是发给呢 在华的美国公民的 但是他也希望 在华的中国人能看到 所以呢 他又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同胞们呢 弟兄姊妹们呢 是吧 我们要好好的活下去 我们要好好的活下去 大家要坚信 他的寿命是有限的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们的这个未来 是光明的 所以 也不要怕 真的 也不要怕 也不要怕 就是我们说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们怕 是吧 而是因为我们要活下去 你该传播真相 还是要传播真相 你可以门口贴一张白纸 是吧 你可以对你自己的 这个另一半 对自己的孩子 讲述真相 是吧 你可以在你有限的能力里边 做你一切能做的事情 同时 首先 保证你自己 和你的家庭成员的安全 让他们能够 好好的活下去 这是我们第一 要完成的任务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